今天继续我们新人的计划 今天主要是讲这个女性的 像用药就是软泡 醋软泡素 刺激素这个药物的使用 如何给自己皮下注射 就是一个具体的 教你如何自己做皮下注射 这么一个方法 因为这个像对于自己给自己打针 听上去是一件很不可思议 很可怕的事 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只要按部就班 今天就讲讲这个具体的步骤 因为治安者的这个 醋软泡成熟的真剂用法 我们今天这个例举的这个 粗软泡素多剂量注射液 是美国唯一的 一次性的 就是预先已经有药剂 在这个针筒里面 就是极用性 就是马上可以用 打开针这个盖子 就可以马上用的 是一个极用性的软泡刺激素 软泡刺激素FSH 它像个笔 设计像个笔一样 就是一个打开针筒外面的盖子 像个带钢笔帽的一个笔 就是这个笔间变成了针头 而且这个针头相对比较细 而且短 所以进入这个皮肤痛绝 就不会太让人难以接受 那这个药叫做 Gonal F Multi-Dose 叫做粗软泡 多剂量注射液 它是一种含有 粗软泡激素的处方药 都是用于这种 供应症妇女或者是菌卵子 使得这个卵巢子 依次产生多个卵子 就是多个卵子这个催熟 因为通常生理情况 一个女性 她每个月只有一个软泡成熟 然后释放 那如果用了这个药 它可以有多个 就是同时成熟 就是作为一种辅助生殖技术 对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通常都是这个菌卵子 她自己要在家里注射的 所以这个护士一定要教会 这个人自己怎么注射 否则的话 你每一天要跑回诊所 就去为了去注射 而且注射要求就是相应 每一天相同的时间 就是你这一季跟下一季 之间要建设24小时 你最好不要多也不要少 就是一样的时间 这样的话 它要分布去均匀 你首先就是 整个这个步骤 开始部位 你选择注射部位 在什么地方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找这个脂肪组织厚的 而且敏感性比较低的地方 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已经大家做了很大的量 大量的研究 最后都出了一个部位 就在肚脐眼的下方 通常是一寸左右的地方 或者是厘米的话 就有五厘米左右的地方 肚脐眼下方 而且这个注射的时候 尽量要这个 每次睁眼不同的部分 就是我觉得皮肤刺激 从工作开始之前 就是先准备吧 你准备就是 你把一些真剂啊 还有这清洁的这个 酒精莲 或者是这个 就一次性的那些棉片都准备好 然后你当然 手要洗干净 不把它干 那选择这个部位呢 就是在这个 腹部 肚脐眼 正下方 距离肚脐大概1寸 或者有的人 他在大腿顶部注射 但是大腿顶部相对比 这个肚脐的地方 更敏感一些 我相信肚脐这个地方更好 因为它脂肪厚嘛 第二就是 你要当然这个 局部注射的部位 通常都是用这个 酒精清洁皮肤 现在都是一次性的 就是一个小盖子 然后打开了以后 就是酒精棉 清洁皮肤的这个部位 通常呢 这是一个护理学的常识 就是你 你这个清洁酒精 擦是这个 注射针头的部位呢 你不要用酒精棉来回擦 因为你擦一遍过去以后 你再来回擦 你把细菱给擦回来 所以通常 要么是旋转性从你到外 要么就是一次性的 就是你把它抹过去 你不要再回来了 就完了 然后等它慢慢风干 这个时候有个窍门 就是你不要用你的嘴 或者是手 让那个湿的皮肤 快点干 不用 它很快酒精会挥发 你如果一吹一扇的话 有可能有这个粉尘 或者有这个细菱 又给吹回去了 所以你让它慢慢干 这个时候呢 就是要选择这个部位 然后就是 像我的示意图上 这个皮肤上示意图 就是 你在选择部位的时候 要用你的食指和拇指 轻轻捏出 这么一个皮肤皱褶 那个示意图很清楚 目的是什么 就使得这个脂肪组织 离开你这个腹部的肌肉 因为你要注射的部位是脂肪 你不想把你这个激素 要注射到肌肉里面 因为吸收太快了 需要注射在脂肪里 所以为什么要在这个部位 那么 这个 这个时候你就针头上 你因为已经清洁了皮肤 你就是要准备针头 就这个针头上取下盖子 像铅笔一样 握住这个注射器 你要靠近这个注射部位了 通常人都是右手 就是右皮子 所以你左手等于说是 帮助 可以捏着一个酒精棉 或者怎么样 右手就是拿着注射器 再选择着注射这个 你刚刚清洁过的这个位置 用食指拇指 轻轻捏出 皮肤皱褶 对吧 就是为了要这个肌肉 这个脂肪和肌肉分开 其实这个时候我在想 这个脂肪多一点的女性 就比较方便了 因为 你就不难捏出一点内容物来 你注射进去 比较安全性 比较强一点 那么第三就是注射 你注射的时候呢 是将这个注射去 这个注射的部位 成一个直角 就是90度角 垂直进去 你针头越是垂直 就越容易进去 所以你不要怕 而且速度越快 你疼痛感越少 所以针头应该 皮肤90度角 直角快速进入 而且要把这个针头 完完全全擦入这个皮肤内 然后就是 因为你是捏着那块脂肪了 所以这个针头进入的部位 应该完完全在脂肪里 这个时候你就是要推住 把药液推住进脂肪以后 你在 这个时候你就要握住这个皮肤 你要把它散开 然后你这个针头就原位 你怎么进去 你怎么出来 也是直角的出来 那么药物 这个时候就止尽了脂肪 就确保不会 就是进到肌肉里面 这个时候你注射完了 对吧 然后你可以用这个 把皮肤放开 你这个 你拔出针头之前 你当然有些人 他可能是 其实这个时候 多半不必要 因为针头比较细小 但是如果说 你很在意的话 怕这个 拔出针头的这一瞬间 你有疼痛感 你左手已经有纱布 或者有90年准备了 你就可以把它贴在 这个针头旁边 你就给你帮助这个皮肤 帮助这针头和皮肤 皮肤不会跟着针头走 这样的话 你针头就很快离开皮肤 你不会觉得多好难过 但是如果是有出血的话 那么你就要在注射区 或者就是 你刚刚竞争的那个部位 用酒精粘 或者是准备好的 这个乌菌的棉球 就是压住那个出血的部位 你就压着不动 但是不能来回揉搓 揉搓的话 反而帮助这个皮肤 这个出血加剧 所以你就按压几十秒 通常能够帮助 避免这个预伤的出现 同时提醒一点 他这个 因为我找到这张照片 这是很典型 他是用的是普通的枕头 他不是像这个 这个激素用的 这个一次性的 所以他的这个枕头比较宽 这个我相信枕头比较大 所以他是用了这个 用了纱布 按住这个枕头的部位 这个皮肤 然后你枕头 枕头和枕头 离开皮肤的时候 就比较顺了 那么 有点要提醒大家 就是你每一次 这个注射的部位 当然都是在肌下 这个肚体眼之下 一寸左右 五公分左右 但是你最好不要 反复进入同一个枕眼 我想也很难 就是那么准地进入上一次 你注射的部位 稍微分开一点部位 就避免了这个 局部的损伤 同时呢 你做完这些注射以后 你这个处理枕头 反而放进了这个 生物废物箱里面 我相信每个枕头 都会给你一个枕头回收箱 如果说是 你必须要在家里 用这个药业 你自己用的话 它会给你回收箱 想到了以后 你就送回诊所 这个看上去好像很难 其实你试过一次 你就能上手 因为多做几次 基本上就是说这种 脾下注射 肌肉注射 就会成为一个熟练模 有个经验 就是家里要是有人 需要这个肌肉注射 比方说肌肉注射 就轻浩护脂 相对就简单了 这是很好的操练 也是很好的技能 你可以造福家人 今天这个 既然可以计划到此 希望大家 他就是说 这其实是个小技能 但是很管用 就是很实用